备受茶业界关注的花莲蜜香红茶评件比赛 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 首度移试到花莲茶改场举行 今年参赛的茶样水准创新高 经过两位专业品师的品评结果 分别是由明赫、嘉明茶行 还有陈其红分别夺下三面金牌 而青崩、吉林还有东森茶行则是各得一面 五赫茶龙表现亮眼 花莲蜜香红茶评件比赛 开办至今迈入第14年 今年碰上疫情不仅顺延 在防疫降级解封后 也首度移试到台东茶改场内来办理 我们这次比赛的部分的话 我们比往年的 评比的时间要比往年来得长 这次总共比了一天半的时间 总共有来自我们瑞穗 还有我们玉璃 还有我们六十担三的茶农 总共有206个茶样来参赛 经过我们茶艺改良场的评审之后 认为我们这次的这个蜜香红茶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尤其在淘汰率的部分的话 我们像有史以来最低的部分 也就是大概在16%左右 所以我们的蜜香红茶的品质是越来越稳定 即便因为疫情 评件比赛也为调整 但是总共206个参赛茶样水准一致 创下仅10%的低投胎率 有评审团 茶叶改良总场秘书吴森顺 台东茶改场罗世凯两位专业的品评 从中分级品评出了铜牌30面 银牌25面 金牌12面 而除了有瑞穗明鹤茶园 嘉明茶园 以及陈其红茶农 分别拿下三面金牌 清风茶园 吉林茶园 以及东森茶行 则各夺得一面金牌 那我们比赛茶 农会的部分已经陆陆续续在赶工 趁着我们的假日在加班 那也有一部分的这个茶叶 已经包装好 发还给我们的茶农 所以从现在开始都可以 在我们各茶行买到 我们的这个今年度的比赛茶 花莲蜜香红茶产业 从20多年前开始 从瑞穗五鹤茶区开始发展 甜蜜花果香气 搭配温润侯韵的茶汤 以泡而红 农政单位也从2007年 开办评鉴比赛行销推广 造就了蜜香红茶 每年超过上亿元的产值 今年虽然疫情肆虐 不过花莲蜜香红茶市场 仍开出红盘 尤其今年参赛得奖茶 蜜香浓郁还带有花果香气 口感滋味 层次丰富多样 相当精彩 今年度比赛茶也都陆续上架 数量有限 小肥大众动作可得要快 记者是玉兰台东花莲 综合报导 什么 菜